中華職棒總冠軍賽 昨天晚間在天母球場 進行一戰定生死的第七戰 魏全龍在首局攻下了五分 大局奠定勝機 中場就以六比三擊敗樂天桃園 龍隊拿下隊史第五冠 跟前一次奪冠相隔了八千 七百六十九天 總教練葉君章 更是成為史上第一位率領 兩隊奪冠的教徒 天母球場撒下紅色彩帶 魏全龍全隊衝進場內 慶祝奪下中華職棒三十四年 總冠軍 魏全身上一軍 第三年就拿下總冠軍 距離前一次一九九九年 奪冠更是相隔八千七百六十九天 這場一戰定生死的 總冠軍賽Game7 魏全在主場迎戰樂天 先得分的其實是桃園 訴求拉懷在右半邊 結果大川 先去安打 廖建復一二壘間的穿越安打 送回三壘上的林立 幫桃園首局就打破鴨蛋 魏全的反攻來得也很快 一局下半就先靠內野安打追平 而且趁著原隊先發 投手到伯格控球 找不到準心 逆轉反超 結果在蠻累的情況之下 又是連續四個壞球 逼逼走路上一壘 道伯格單局投出五次保送 打破總冠軍賽紀錄 只投零點二局就狼狽退場 緊急登板的曾仁和 也沒能幫原隊踩煞車 高校已在滿壘的四十安打幫魏全再添兩分 這個半局龍隊攻下五分大局以五比一超前 樂天則在二局上半靠著成成威落點巧妙的安打追回兩分 不過三比五的比數就此凍結 因為魏全先發投手剛龍最後投滿六局十三分 只有兩分則失還標出五張老K 接手登板的五度中繼兩局完全封鎖原隊打線 揮棒落空遭到三陣 原隊的曾仁和表現也不遑多讓 中繼投七局只被敲出四隻安打 一直到八局下半才出現危機 被龍隊追加保險分 江少弘幫魏全再添一分 拉開領先來到三分 九局上半由第三位楊頭不理漢成功關門 幫助龍隊六比三拿下勝利 奪得今年球技總冠軍 總教練葉君章更成為史上第一位率領兩隊奪冠的教頭 首先還是要感謝山董 給我們這個機會有這個球隊 然後再來就是感謝球迷熱情的加油 那我現在肚子蠻餓的 頭腦一片空白 那接下來的時間就給球員去發揮 我覺得這個MVP不只是屬於我一個人的 而是屬於整個魏全龍隊的還有球迷 許若希八月底才桑芋歸隊 總冠軍賽兩場先發共投十一局 狂標十一K獲選總冠軍賽MVP 魏全領隊也透露 已跟北市府討論瘋王遊行球迷可以期待一下 記者鄭偉人正好報導 亨 Ciao 蛇 雷 雷